閉案藍綠 還是希望你可以當街壁省 不好意思 天不透白 面對前朝 柯文哲留下幾大案 蔣萬安一貫態度 交給檢調跟正風查辦 藍綠議員很有意見 很多案情的內容的關鍵 都是必須台北市政府提供出來 所以也希望蔣萬安 為了台北市民 轉變成一個接閉者的角色 太過於消極 或者是被動的一個態度 我認為是所有人民看到 也會覺得很不舒服 前朝的事情 如果該辦你就要辦 那該查就要查 藍綠要講萬安硬起來辦 而柯文哲則發簽字文 強調承擔業障 不過頭號柯黑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難認同 直言柯文哲被移送調查 剛好而已 柯文哲有這個義務 有這個責任 要把這些事情 理清清楚 接受調查 取消跟降低底價 過五關 斬第六個 第六將就是雲大 前後三任市長後 他們也是另類的薯條餐兄弟 柯文哲被列探污被告 柯媽媽發康乃馨 不受影響 只是柯文哲就算遠離台北 也難以逃離 政治風暴 三選呂彥蔡文鶯 陳俊傑和採用S小組 台北什麼的